玉龙和韭太上半季的最后一次交手 一开赛最抢镜头的就是恐龙大军的洋将Racken Christmas 连续在内线成熊抢分 加上离开宴单节6分的火力支援 玉龙首届打完取得21比14的领先 只是没想到来到第二节 他们是完全找不到篮筐 单节22次出手只投进3球 3分外线石头零重 一让韭太在洋将Brandon Dawson 有效巩固篮板的情况下 半场打完成功以32比28拟转朝前 但是下半场一篮再战后 就发生了韭太绝对不想看到的场景 Dawson这次防守不仅赔上犯规 还被Christmas撞伤就此退场休息 这下玉龙当然不断强打进驱 但韭太也没再怕 陈华安 林博豪 陈文宏 连续3分外线得手帮助球队紧摇比分 加上林郑宏跳了出来 包括这个BuzzBitter在内单节8分进账 全场攻下18分 帮助韭太三节打完 持续包有53比51的领先 来到第四节Christmas持续掌握内线优势 全场攻下25分18篮板 至于韭太就继续用3分球抢分 林汉生的连续命中帮助球队紧要不放 独秒阶段这个切入分球找到林任宏 更是帮助韭太取得了1分的超前 只不过别忘了玉龙 可是有吕正如这个挡夹射手 中场前15秒他找到空挡 投进这个关键一击 又帮助玉龙将领先要了回去 而且接下来球队还手下韭太进攻 吕正如只要把握罚球机会 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没想到全场18分进账 先前7罚全进的难磨 这两罚统统失手 也让韭太有了转换快攻的好机会 二打一只要打进就能逼近延长赛 但是吴小景却没能把握 也让玉龙最后就位73比71 金贤抢下胜利 YT新闻综合报导 也大了